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不讨论这些娱乐话题 讨论时事话题 讨论未来的选举会不会投白票呢 或者索性不去投票呢 当然不要叫人去投白票 犯法的 但是个人投白票或者个人不去投票以示抗议 就不算犯法 这些大众市民关心的话题 亦都俗以柴鱼饭后的话题 柴鱼饭后大家都会讲的话题 是不是个人都有兴趣呢 其实未必个人都有兴趣的 因为TVV还是ViuTV 只是看收视率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看电视这个习惯 TVV只有20多点 ViuTV声称4点收视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每一点就有6万多7万人 其实不是很多人看的 很多人都索性不看电视 没有这个习惯 上网的习惯应该还有的 如果你跟我这样的年纪 你问我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个个都只是认识你压勤 不知道姜濤姜B是谁 不知道姜B是谁 都不知道他什么样 我就不知道 政治问题尤其不是个个对政治有兴趣 香港经常都发生很多事 这些人都发生很多事 经常都有事发生 但是政治上的话题 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兴趣 或者知道这么仔细呢 未必是 有些人是黄 有些人是蓝 有些人是支持亚布泰 有些人是不支持 有些人说有法就要执 其实如果你第一次约会 你讲得不好 说错了话题 比如说 你说你支持厚布泰 你是黄的 哎呀 原来对方是蓝的 那就麻烦了 或者你说你支持TB 你支持开心大众艺 对方原来是姜B 姜粉 那就麻烦了 轻则就话不投机 重则呢 吵架都迟 再严重一点 唉 天下间 少了一段大好的良缘 都不出奇 所以说 其实 和平时和朋友聊天 和同事茶余饭后 聊天是没有所谓 约会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 就是说什么话题 有什么话题好说呢 这个就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有些人常常问我 很多人来配对人 问我说什么话题好 有什么话题好说 做得好呢 老实实 如果说得好 留个好印象给对方 那是一段大好良缘的基础 其实说什么话题呢 就是看你懂不懂得掌握 一般呢 一般呢 现在讲的 譬如说自我介绍 讲讲自己做什么工作 讲讲自己有什么兴趣 这些我就不提了 这些我就不讲了 因为很普遍 这些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约会 譬如我们安排约会 那才算吧 如果你在餐厅见面 要从食物 当餐厅的食物 或者饮品开始讲起 所以我其实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你约会 尤其是在餐厅约会的话 千万不要迟到 原因就是 你早点去看看餐牌 看看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推介 这是打了话题的很好的第一步 举例 举例 我以前去过一间楼上咖啡 它很有趣的 它在餐厅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特色的 因为它是由上咖啡 其中一杯饮品的名字更特别 叫做 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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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叫是但呢 它是有解释的 它就说 如果你解不了 想不到 好 你没有什么想法 甚至乎你选择困难症的话 那不如叫它 试探 让工作人员 让他沖茶的师傅 帮你选择 或者沖一杯 看你的情况 看你的年纪 看你的性别 各样各样 沖一杯適合你的东西 给你喝 其实挺有趣的 喝东西而已 没有所谓 有惊喜 我觉得不妨可以试一下也行 又或者 你可以跟对方打个话题 又例如 我以前去过一家日本的餐厅 有一尾是骨胶原煲 因为我之前去过 我知道 我跟对方配对约会的时候 我就推介了 不是很贵 可以试一下骨胶原煲 她的皮肤好啊 女士 和大家试一下就最好了 当然 看看你的功力够不够 我试过有一次配对的时候 和对方约会在餐厅 第一次见的 对方 居然拿了餐牌 选择来选择来选择去 他都说选择不到 他都说传媒也不太适合 只是叫灰橙汁 他就打开 盖起来叫我自己选择 我就选择了 我当时有点想想 马上路急转弯 想想想 一些心思 立刻选择了一道有鱼的 一道有羊的菜 这是一个西餐厅 我问一家女士 你知不知道 为何我要选择一道有羊的菜 她猜不到 我说中文字 鲜味的鲜字 鲜味的鲜字 新鲜的鲜字 就是鱼加羊 鱼加羊就是最鲜 所以今晚我叫鱼加羊 今晚和你吃鲜味的 最鲜的东西 他说中文水俊 不错 其实都留了一个挺好的印象 给对方 不妨参考一下 所以早一点看下参牌 就会更好 之后谈些什么呢 有几样东西 就一定不好谈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不妨我再提一次 正如我之前所说 其实政治话题 虽然大家 香港有犯政治化的社会 香港政治的新闻 经常都上报 经常都见报 但是不是过的兴趣 不是过的兴趣 最好不要说 如果大家立场不同 是更麻烦的 一个男一个王 大家很难溝通 那就无谓了 这些影响很大量元 性话题当然不要提 宗教的话题 最好都不要提 除非大家都是同一个宗教 否则 如果一个有信教 一个没有信教 宗教话题 都不要说 有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些问题 其实我也不贊成 譬如有些人喜欢问 你拍过多少次拖 有多少戀外的经验 其实我也觉得不好 在第一次约会上提 不太好谈 因为说这些话题 就会令到对方 又不安又尴尬 就无谓了 尤其是透过我们配对公司约会 这件事真的要紧记 千万千万 有两个话题千万不要说 如果你透过配对公司去约会 第一次见对方 有两件事千万不要说 再说一次 这件事很重要 第一 千万不要问对方 你配对了多少次 或者说你见到多少个人 想要看过多少次 其实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 虽然我不同意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 他认为你配对得多 见到人多 就代表你的人有问题 你见到多次都配对不成功 所以不要跟对方说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 要跟别人说 配对多少次 只有我一个人要跟别人说 因为我要做宣传 我要告诉别人 我有经验 所以最早不要说 不要讨论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配对了多少次都不成功 他会觉得你的人 人的问题 人的性格有问题 那我有个标准答案 如果真的被对方问 你配对了多少次 你约会了多少次 见过多少个人 通常我的标准答案 就是 跟对方说 我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就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说了 这个答案有两个好的 第一 又不用告诉对方 真的约会了多少次 第二 亦都告诉对方 我很重视这次约会 我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你想想 差多远 第二个话题 不要说 千万不要问对方 用了多少钱配对 买了些什么Pan 老实实 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们配对公司 是海鲜价 每个人都不同价 绝对不出奇 就是不同价 老实说 我们都是旺季和淡季之分 例如 聖诞到复会节 就旺季 过了复会节 就有淡季 旺季当然是贵一些 淡季当然便宜些 因为旺季的时候 你可以见多些人 多些会员给你选择 那收贵一些也不奇怪 淡季不同 淡季便便宜些 因为我们都要维持生意额 或者来不中给些折扣对方 或者促成生意 我们都要 正常 我以前来不中都搞一些讲座 在讲座上 我又会给些折扣出来 你立刻报名 我立刻给折扣你 很平常 正如你现在很流行 很多人都搞网上直播 买货 带货 那当然便宜了 比起你真的去店铺 买 真的去网页买 都是便宜了些 因为促销 限量 又或者 有些人要求多些 要求多多 最起码 例如有些人说 喂 有些女士说 要叫我另外拍摄相 去做配对 要化妆 要最好的摄影师 要专业的摄影师 那当然是贵一些 全部都要钱做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不要太执着 价钱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以前做过旅游领队 我很清楚 报旅行团的时候 大家和同一团 你千万不要问对方 问团友 你报了多少钱 用多少钱去报团 你千万不要问 为什么 因为一定是不同价 一定是不同价 因为一个团 刚刚开始被人报名的时候 价钱当然便宜些 因为做宣传做promos 成一团 要加位 便会贵一些 因为那时候才赚钱 到了最后 就快出团的日子 还有三两天 就到出团的日子 如果你又说要加位 可能又便宜些 因为它不成团 不成团 还可以有位给你加 便宜便宜些 在旅游业 机票 酒店 或者很多行业 零售货品 近期货 近期货 一年到期的货 三个月 两个月 一个月到期的货 当然不同价钱 一个月我来卖 我当然便宜给你 不便宜给你 我怎么卖出去 其实很普遍 大家不要觉得不同价钱很特别 千万不要执着这个价钱 而且最大问题是什么 你一问对方价钱 你用了多少钱去配对 你给了多少钱肥仔 最少有一个是不开心 总有一个贵了 一个便宜了 那我问来干什么呢 如果的话题引起最少一个人不开心 那我来干什么呢 我试过 以前有男会员 真的跟女会员约会之后 她问回我 側问我 为何收个女会员这么便宜 为何收她这么贵 那个女会员是我的表妹 我现在从小看得我大 你说我应该收便宜她 我应该收便宜她 那说什么话题呢 你会问 那说什么话题是好呢 上阶的话题 上阶的话题 疆BTVB那些 就不是上阶的话题 因为说完都没什么差大意义 最好的话题 就是要约到第二次的话题 就是好话题 和说约到第二次的话题 就是说完的话题之后 可以对方约出来 约第二次的 那就好话题了 例如我上一条片也说过 说说近阶段有什么好看 如果多拉梦传播第2集 是值得看的 有卖点 有桌头 那就可以约到对方去看 那就约到第二次了 不适合看也不紧 就是选择其他电影 很多电影看 没什么人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就舒服坐在那里 两个人坐在一起 有个经历 一个多钟头的光影之类 这个经历很特别 又或者吃饭 一定要吃饭 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约到一起去吃 很多的 主题公园 商场show 展览 展览 天气热一点 天气涼一点 可以走山 很多话题都可以谈 最重要的是 一不做二不休 约到第二次 约到第三次 很重要的 第一次我帮你约 今天配对 第二三次是你自己约 约到才代表可以继续 大家继续发展下去 约不到的 推三推四的 对方有几百个理由 约不到 又说忙 又说下个星期又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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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无谓约了 摆明他不想约你 那就算了 做人的事 知所进退 女士多教你一招 女士呢 如果你想约男士 主动约男士 陪他去买 陪他去看 或者叫他找些资料 多数都行 多数男士都行 如果他这样也没兴趣 那就算了 不要约对方 算了 将来他有电脑问题 你有电脑问题 你有手机问题 他都不会跟你做 那这些人真是 无谓约他 对不对 所以结论就是 找对话题 约到第二次是好话题 今次的话题就到这里终结了 我是行为的首席配对顾问 如果您看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 按下小铃铛 有片第一次通知你 希望很快可以在这儿 跟大家聊天 多谢大家